罗兰江社区活动中心即将在本月18日举办开幕仪式 并向广大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今天主办方邀请媒体 抢先体验一下该活动中心的各项设施和细节 占地19,000平方尺的罗兰江社区活动中心 包括两座主建筑、大型庭院、餐饮厨房、舞蹈教室、学站中心 社交休闲室和会议室等等 户外的大厅庭院可以提供各种户外活动举办 东边的建筑物中 还包括室内多功能的场地 含有可移动的舞台 该场地可以举办300人活动的展场 和超过600个可以欣赏表演的座位设计 另外一栋在西边的建筑物 还包括健身房、艺术和手工艺教室、画廊、社交空间、电脑教室等等 可以提供民众很多不同方面的课程学习等不同的技能 筹华人之一的马淑芬表示 这个活动中心在华人社区中会为当地居民 提供很多便利的地方 例如这里可以举办家庭派对、婚礼 和各种悠闲娱乐的活动 所有的你能够想象到的活动课程 不管是舞蹈、烹饪、电脑课、卡拉OK设施 器材设备设施在这边通通都有 背后里头有一个舞台 舞台它是流动式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将来有活动要在做 也可以以你的喜好去搭设这个舞台以外 整个Bankway Hall 另外全新建设的网球场 篮球场都可以为附近民众提供很多健身 和休闲的机会 主办方表示 还会时不时举办一些网球篮球比赛 给民众参加 天哪卫视记者孟子民 长官报导